嗨,大家好,我是威士尼 这边我要介绍如何更换 笔记型电脑上面的LCD显示器的液晶萤幕 好,那我手上呢有一台这个宏基 SPYL 4752G 的一个笔电 那它的一个显示器萤幕呢 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显示任何的影像 那经过检查之后呢 我发现是它的一个背光模组坏掉了 所以说导致它的影像呢 因为没有灯光的关系 所以我们就看不到它相关呈现的影像 所以我后来想说就把它的这个 背光的这一个模组呢 想说要修理 但是我觉得拆开来之后 发现它的这个几乎是黏在一起的 我也不知道要从何下手 所以后来我干脆想说 把它的整个面板呢 直接换掉会比较快 那最后呢 我直接到那个露天拍卖上面呢 去找到这台笔电的这个型号 它所使用的面板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那画面上面呢 就是我们从这个样品屋 带回来的这一块面板 那因为我们都还没有拆过 OK,那我们带回来的售价呢 这一片是1620元 新台币 OK,给大家看一下 那下面这边有这个面板 它的一个型号的部分 OK,那因为这个 它出货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 依照这一台笔电 它相对面板的型号呢 然后进行出货 好,那可以看到呢 它目前来的时候 是完全都没有拆过的 好,那我们这里的话呢 直接现场把它拆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里面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 好,那接下来 我们直接把这个风膜呢 直接把它拆掉 好,那打开之后呢 他用一个泡棉袋 把它包起来 我们泡棉袋先把它解开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这里面有这一块 它的一个面板 OK,这个LCD面板 那里面还有这个 附相关的发票 OK,可以看到 它里面还有发票 然后呢 还有这个面板的型号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还没有拆的 所以面板型号在这上面 上面有这个面板的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也顺便留个记录 OK,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块面板的资讯 上面有这个面板的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也顺便留个记录 OK,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那这是这一块面板 前面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先把 笔电的面板先把它拆起来 这里的话呢 你可以发现它有个凸起来的地方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美工刀 去把它的这个东西把它抠起来 OK,那因为我这里 这个它可以把它抠起来的 你可以发现呢 这里面有一个螺丝 这是第一个螺丝点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螺丝呢 先把它拔掉 好,那这边也是 下面有个螺丝 好,那拔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把它这个面板呢 把它打开 好,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呢 把它的边缘把它拨开来 好,把它插进去之后呢 然后随着旁边 这样把它推出来 所以面板已经会被我们分离了 好,可以看到呢 我们面板已经分离了 然后呢,从这个槽慢慢把它把它拉起来 然后呢,从这个槽慢慢把它把它拉起来 ok好那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把他的這個前蓋板先把它拆掉 好那會變成像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把這幾個點 這個螺絲 還有下面這個螺絲 側邊這邊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等前面那邊先解開來 你才可以去解側邊 好那我們直接來拆 好在拆這個時候要小心喔 這一個排線呢不要去動到 因為有時候他這邊都會動到 然後整個會扯下來 那我們接下來要移除這個上方的排線 這一塊 OK好那我們已經把它移除了 那個我們移除了這一個齁這兩個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搬開來 然後剛才這個排線我們也把它移掉了 然後呢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側邊 你可以看到呢側邊這邊有一些螺絲 這些螺絲的話呢 好我們可以看到呢 側邊這邊有一些螺絲 因為我們現在上面這個螺絲解掉之後 我們這邊才可以把它搬起來 去把這個螺絲把它解開來 那你這時候面板才能夠拿出來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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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拆解另外一邊 我們拆解 好,接下來面板的話呢 我們要把這個排線呢 依序把它拔起來 OK,讓它這邊有黏住 所以這個倒數都要把它拆掉 因為它直接黏在這個面板上面 好,看一下 好,看一下 好 看一下 2 3 5 6 。 好,這個膠帶先拆起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排线呢 把它拔,慢慢拔起来 OK,好,那现在这个已经拔起来了 那我们这个面板呢,就可以把它拿起来 OK,就是这一块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换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的这一块面板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关的资料 这是它的后面 好,这一整块完整的 好,那我们就一样化葫芦把它装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首先呢,要先把排线先装上去 好,那这卡榫呢 这边我们直接把它推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这边可能大家比较 好,我们刚才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呢 卡榫把它推进去而已 所以它现在已经卡住了 已经连到这个面板上面来了 OK,好,因为刚才那个过程呢 可能各位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我们在这边放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好,它已经卡进去后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再拿它的这个贴纸再把它贴回去 好,来固定一下 就是原本的这一张 好,这个就是它固定把它的这个粘紧 不要让它乱跑 OK,那就是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这个CAMERA这个镜头排线呢 一样把它粘回去 等一下来接它的CAMERA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话呢 就按照它原来的这个方式 把它粘在上面 好,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双面胶了 所以我们就大致上先粘一下 OK,大致上这个 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一块面板呢 底下的这些部分呢 这个先把它撕掉 这是我们的这个保护 前面保护那个膜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重新再把它放回去 这样就可以了 那最后再看一下 下面这个没有 OK,应该是有贴好 不会掉下来 好,这下我们就把它放回去就好了 好,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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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最後我們把這個排線把它接上去 把它蓋上去 好,那最後我們把左右下方這兩顆螺絲把它鎖上去 好,那這樣子的話就完成安裝了 那我們接下來把它開機試看看 看能不能順利的來顯示這個螢幕 好,那我們先做開機 好,可以看到螢幕已經正常顯示出來了 OK,現在這個面板是好的 好,那也進入了Windows OK,那這樣的話呢 就代表我們已經完成了這次螢幕的換修的工作 好,那現在已經可以成功的把我們的這個畫面已經顯示出來了 那代表我們這一次更換螢幕是成功的 好,那這邊我們就為大家介紹 如何更換筆電的這個 LCD 的螢幕 到這邊 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們下次見,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把螢幕的下方 我們下次見